我这个窗帘装好了 今天是个有太阳的天嘛 我上去感受一下 看一下会不会两块很多 之前晒到这里是有点热的 我去年出去嘛 西藏里面太阳很大 然后呢 我这个车停到这里也有个问题 就是老是个阳光晒到驾驶室里面 驾驶室里面呢 容易那个什么就是说了见了容易老化嘛 然后又特别热 我后来找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面料 这个面料是那个镀了银的一个面料 这个面料它很亮 造起来像那个金属是一样的 是很亮的一个面料 这个面料的反光效果特别好 然后呢我就 我就把它拿来 它是半透的 半透过 然后我就把这个做了帘子 我把它挂上来 挂上来 然后呢 我打了个很小的一个洞 嗯 大概1毫米的小洞 然后呢 用一个子宫螺丝里上去 就以后 你觉得难看 猜到的话 那个洞一点点 拿个小黑胶给它 轻轻的补一下就好了 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哈 然后你看我这里都可以滑到头 特别好 然后 我现在准备装前面的这一块 拉过去 我就装前面 这块大的 这块大的有一米九长 我把它装装起来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个上面必须要做个小盛头 打个小盛头的孔 那个螺丝才能够装得平 所以说这个火还不是很好做 装平了以后呢 那个滑轨上的那个才滑得过去 这样子的话 那个滑轨才不会碰到这个螺母 慢慢 这火还做得挺细的 挺漂亮的 继续继续 我的窗帘装好了 效果还是不错的金光闪闪 这个面链它是有点 它是镀的影 镀的什么一层金属 然后呢 有非常好的反光的作用 反光了以后呢 这个车内的这个温度会降低很多 然后呢 也可以减少车内的这些塑料表面的老化 我这个车可能还要好好的再玩几年 爱车 然后呢 我把我的这个通窗呢 这边这道门拆了 里面那道门我还留在那里的 里面那道门能关 但是这里通窗门 我因为隔音做好了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门要不要意义不大 然后呢 这里还有几个小洞洞在这里 我倒是把它处理一下 找个皮给它塞进去 但是也不怎么看得到 好 然后呢 我现在就是 想七月份带小孩 对 今年嘛 今年飞飞小学毕业了 我想带他出去做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旅行 然后呢 我想在这里加个位置 我这两天正在找 找合适的 最好是也是有点空气悬挂的位置 然后呢 因为这个底座呢 比我们脚的这个底座要高很多 所以说这里位置就不能装特别厚的 特别厚的话 这个脑袋可能会顶到这个顶上 我现在就把这个门拆掉了 门拆掉以后呢 它的位置就高起来 这以后前面应该是三个座 就是有个小朋友可以到前面来坐 这种呢 我们这个行驶证上面 我们这个行驶证上面 只写了这个叫 旅居车 而且六座的 然后没有写 驾驶室是准座几个人 然后呢 我去房车厂问过房车厂 他们有把三座的拆掉以后 但是那个座位我就看了一下 那个座位呢 它没有空气悬挂 然后会比较生硬 好 然后呢 那个座位翻下来的话 就有点 它座位翻下来有点大 就是我们从这个通舱爬过来的话 有点不方便 我呢 现在就要去找一个更合适的一个座位 找了把它改上去 好 我这个窗帘就完工了 嗯 后面还有很多火 反正现在离七月份出发也很快了 所以说我得抓紧时间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耽搁很多很多的事 我的片子也断根很长时间了 真的不好意思 好 我会继续改我的车子 然后准备出发 拜拜